这六年不管你过得好不好都已经过去了 细数这些年的外交突破 最科幻的大概就是2019年 小英总统出访太平洋友邦的自由民主勇趣之旅 国安特勤人员 趁着总统专机的通关领域 超买9797条民主香烟 逃税金额高达818万余元 这大概是我国少数真正有机会赚钱 而不是烧钱的外交团了 包括前官邸侍卫是少校军官 吴宗宪和张恒家等8人 一审遭判6到10年不等 至于官阶比较大的 扛的比较不一样 时任总统府警卫是主任陈敏华 说谎被还起诉计大过后 扛起了晋升少将的星星 时任华航副总罗亚美和邱章信 均被调任非主管职 与民进党关系密切的罗亚美 已在今年3月重新扛起副总的职务 另一位邱章信 AKA民进党立委邱银弟弟 去年一审遭判两年8个月 则是调任总经理师特助后 将在12月1号接手 实属副总经理级的联合管制处长 带着鸭舌帽 面对镜头不发抑郁 卷入总统专机撕烟案 华航前副总邱章信 2019年以70万元交保 但这行为严重影响到国安 震惊许多国人 而11月28号 华航内部再丢震撼弹 公告邱章信 12月起要回来接管联合管制处长 他在2000年的时候 就自己考试进了华航 所以他在华航任职的时间 比我担任立委的时间还要更久 他是老华航人 他热爱他的工作 他对于他在工作上的事情 他完全是尽心尽力 这点我给予充分的尊重跟支持 那公司的事情 我也从来不过问 他们说这是不是把人民当儿戏 你看 你是哪一台啊 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啊 什么叫人民当儿戏啊 我觉得你好低哦 谢谢 华航声明表示 邱章信已任职22年 利润修护工厂 客户运营业 国内外分公司等单位 资历丰富熟人各项业务 此次人事异动为内部同职等评调 是公司营运正常轮调 联合管制处为营运准点 及航班班次管理单位 请勿扭曲事实造成民众混淆 你给翻译 老师我知道这题我会 不是走私事超买 这次华航也不是升官 只是同职等评调 这就是标准答案 各位同学学会了吗 游暗杆 四身杆 游暗杆 四身杆 大家好我是阿尔 你知道吗 老二特斯欧每周至少都会有 一到两部影片为黄标 自己收入自己旧 现在赶快加入老天鹅娱乐会员 每个月用不较1%在股市赔掉的钱 就能支持老天鹅自己做更多优质影片 也欢迎点选影片下方 超级感谢斗内给予我们更多创作动力吧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谢国良证件送电动机车 有没有抽狗狗狗 每年选举的大量机牌承诺 都让机门瑟瑟发抖 到了今年规格已经升格到狗狗狗 去年说要抽的人 到现在连科电池都还没看到 国民党新科基隆市长谢国良 选前喊出青年做公益送电动机车 民国78年至92年自基隆市民 只要年满22岁 驾照满一年 涉及基隆满三年者 连续五年公益回馈满四小时 就免费提供电动机车 预计赠送五万台 还标榜做不到货连任 但你一任市长任期四年 我要做五年公益才能领车 虽然我不是数学家 中央可不是你当家 交通部过去都是对于公共运输的补助 比如说购买公车 或是结印的补助 他们过去是不对 四人一聚做补助 因为不是交通部在补助的 就是经济部在补助的 直接从有没有补助的问题 升华成哪个部门的问题 谢国梁正见大饼摊开 一台机车以四万元计算 每台补助三万 再争取中央补助一万 预计编列十五亿完成它的大梦 被案送秋波的两个单位 经济部回应民众购买电动机车 全国一致性补助每辆七千元 环保署表示仅补助老车太久换新 地方政府加码区自行编列预算 应该会有一点难度 但是他应该会尽量去打成吧 因为毕竟这是他选举的承诺 再观察一下到底做不做得到 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很瞎的政策 包括他的财源 包括他的利益 包括实际上可以领取 这些东西 其实一看就知道 是一个没有经过规划 而胡乱信口开河所讲出来的政策 所以现在基隆变成这个全国的笑柄 就说没有要抽狗狗落 到底要我讲几遍 到底这大柄是不是笑柄 证件会不会变空气机车 谢国良强调一定会实现 但本质是做公益而非免费拿机车 我懂我都懂 只是我的本质还是想拿免费机车啦抱歉 请大家给我一点时间 我们来好好的来推动 我觉得这个政策有公益 有关怀 帮助年轻朋友就业 我希望拜托大家给我一点时间 我还年轻 多有的是时间 反正基隆捷运也要再等十年 才会决定要怎么盖到基隆 这次就看基隆的年轻人 会先拿到市长的电动机车 还是会先住到小英总统 六年前承诺要盖的二十万社会住宅 就说没有要抽狗狗了 到底要我讲几遍 江泽民逝世 中国六四后最大示威运动 AKA白纸运动 始于清明风控过度引发民怨 从中国遍地开花到全球响应 中共官方也下令快风快解 随着重庆 北京 广州等多地为解封 正当外界等着看 习皇帝如何整顿的敏感时机 就在30号下午先传出一记重磅消息 我们敬爱的江泽民同志 患白血病 合并多脏气功能衰竭 抢救无效 一江春水向东流 直接一去不回头 官媒宣布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 上海病逝享年96岁 强人一生悄然落幕 1926年江苏出生的江泽民 就读南京大学时加入中共学生运动 1946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 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1997年邓小平过世后 以江泽民为首成员 AKA上海邦 陆续成为中央政府决策核心 国家主席责任重大 我将忠诚的旅行 显罚赋予的职责 1993年当选中国国家主席 全面掌控党 政、军 AKA中共第三代领导人 日内更收回了香港、澳门 并主持1997年香港回归仪式 历史性的一刻终于到来 随着英国国旗的下降 中共五星旗的上升 香港的主权正式移交给中国大陆 1998年与孤政府的会晤 都让他相信自己任内能够解决台湾问题 2000年接见香港时任特首董建华 记者询问中央是否清点董建华当特首 当场咆哮香港记者 但是呢问了问去的问题啊 too simple sometimes that even 懂了没有 我很抱歉 我今天是作为一个长者 给你们讲讲 我没有说要清定 没有任何这个意思 但是你问 你一定要别人要问我 不是 不是 你懂些支持不是 我们不支持他 他现在是当特首 我们怎么都不支持他说 不是 但是如果说连任呢 对不对 连任要按照香港的法律 对不对 对不对 要按照香港的 当然我们的决定权也是很重要的 香港的特性 这个行政就是属于中国人民共和的中央人民政府 你们啊 不要想起婚 然后那个大行为 说现在已经清定了 就把我批判一办 是 但是你们啊 那一服 不让狐僧破上台那一服 长者一番血液已成绝响 声势如日中天的江泽民 两千年面对台海情势 两岸是否烽火连三月 主席也来断经典金句 国队是一个乐观主义的 我相信这么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 最终肯定我们也会同意 本事同根深 相间和太极 你如果是要搞太多 这个问题就意味着相间和太极 你怎么夺利呢 你不是本事同根深吗 2002年10月中国举行十六大 现任总书记的江泽民 直到2004年9月 才卸下中央军委主席 交报胡锦涛议长军权 在他卸任之后 江派人马就陆续出状况 直到2017年 重庆市委书记 孙震才被彻查 是江派最后一名高官落马 而江泽民也因为身体越来越差 鲜少在荧光幕前亮相 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就是2019年的中共建政70周年 自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时代 立下的隔代指定规则 AKA政治继承 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是邓小平 给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指定接班人 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则是江泽民给胡锦涛指定的接班人 国务院副总领胡春华则是胡锦涛给习近平指定的接班人 只是在习皇帝后 这套人是潜规则 看来一路直通历史灰烬 面临前领导人江泽民逝世 宣告曾斥炸中共政坛超过20年的江派 失去最大山头 串流平台包括腾讯淘宝等平台 几小时内高速从彩色 通通变成黑白画面 中国网友在微博留言道面留言致敬 始终如一不能放的事 可惜不是你 百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随时掌握最新动态